現在的3D打印機通常都是單色 如果要多色打印,硬件的要求就高很多 但是一項日美合作的研究就想到一個辦法 就算是單噴頭的打印機 一樣可以印到多種顏色 甚至是多種材料的作品 由李俊麗說說 要印出這一類多色作品 以現在的技術不是無可能 不過如果同時用到四隻色 你的3D打印機就要有四個噴頭 如此類推 而多噴頭一般都貴很多 不過如果用到這個方法 單噴頭的機器一樣印得到材色 就是印出一條材色的線材 首先在電腦分析作品的立體模型 預演一次噴嘴的軌跡 計算出如果要一氣過印出來 裂印線材應該在什麼位置轉色 然後透過為噴頭緩色 根據轉色位置分段打印 再將轉色的膊口加固 裂印出一條多色的線材 再將這一條顏色編排過的線材 放回去打印機如常打印 就算是單噴頭的機器 都可以印得出材色的作品 這個密盡其用的方法 出自日本明治大學和大阪大學 以及美國德州農工大學的三個學者 雖然前期準備的時間長了 不過用這個方法 一件作品同時用多少隻色都可以 甚至可以用同一個技巧 融合多種打印材料於一身 有線電視記者來盡量報導 Ciao 谢谢观看